AirPods是什么? AirPods是苹果公司推出的一款真无线蓝牙耳机产品 它可以连接到您的iPhone手机或其他苹果设备 AirPods可以自动通过iCloud同步 使得AirPods可以在执行iOS、MacOS、TVOS和WatchOS的装置之间自由切换 AirPods使用蓝牙技术与设备连接 能提供高品质的音频输出和语音控制功能 并具有自动配对和快速充电功能 一上市就公布应求 AirPods有什么功能? AirPods有许多功能 其中一些主要功能包括 1.无线听音乐 AirPods可以连接到您的手机或其他苹果设备 并提供高品质的音频输出 2.语音控制 AirPods支援Siri语音助手 可以通过语音控制音乐、电话、语音计事等 3.自动配对 AirPods与您的苹果设备自动配对 无需手动设定 4.长电池续航力 AirPods可以在一次充电中播放音乐高达5小时 并有充电和加速充电 5.活动追踪 AirPods Pro可以追踪部署和运动活动 6.降噪功能 AirPods Pro支援降噪和通过听筒提供进入环境声音 AirPods型号有那些 苹果公司目前推出了几种不同的AirPods型号 包括AirPods第一代 这是AirPods的第一代产品 推出时间是2016年 AirPods Pro 这是AirPods的升级版本 推出时间是2019年 它拥有更好的音质和降噪功能 AirPods Max 推出时间是2020年12月 是一款耳罩式耳机 搭载Apple HE晶片 支援降噪功能 AirPods第二代 推出时间是2019年 是第一代的升级版 支援快速充电和更长的电池续航力 AirPods第三代 推出时间是2021年 是第二代的升级版 支援自动切换设备功能 AirPods的缺点 上述了许多AirPods优点 但也有一些缺点 一 价格昂贵 AirPods是一款价格偏高的产品 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 二 容易遗失 AirPods是小而轻的产品 容易遗失或损坏 三 电量有限 AirPods只能在一次充电中 播放音乐高达5小时 如果长时间使用 电量可能会很快耗尽 四 降噪不够强大 对于噪音水平较高的环境 AirPods Pro的降噪功能 可能不够有效 五 无法替换电池 AirPods的电池不能更换 一旦电池寿命结束 就需要购买新的AirPods AirPods的价钱 AirPods的价格 可能会因地区和版本而异 AirPods第二代的建议售价为 NT4290美元台币 AirPods Pro第二代的建议售价为 NT7490美元台币 AirPods第三方 搭配无线充电盒的建议售价 NT5990美元台币 AirPods Max的建议售价为 NT17990美元台币 如何选择AirPods 如果您正在考虑购买AirPods 以下是几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功能 AirPods Pro拥有更强大的降噪功能 和自适应降噪功能 而AirPods持有简单的降噪功能 配件 AirPods Pro包括三种不同尺寸的耳塞 而AirPods持有一种尺寸 价格 AirPods Pro比AirPods贵得多 价格最高的是AirPods Max 外观 AirPods Pro的外观比AirPods更为现代化 AirPods Max则是耳罩式耳机 支援的功能AirPods Max AirPods Pro和AirPods都支援无线连接 语音助手、音乐和电话控制 电池使用 AirPods Pro支援长达5.5小时的连续播放时间 而AirPods支援长达6小时 AirPods Max充电一次的聆听时间 最长可达20小时 电池使用